这个从徐晓鑫今天的咨询的内容 应该这样讲 第一个5月27号有一场会议 他不是第一次讲 他之前在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咨询 他有点到 他有点到 他有说 这个是不是有一场这样的会议 那只是他没有去讲细节 他说就他所知 5月27号有一场这样的会议 那这一次 今天他在咨询里面 是把这个细节讲得比较清楚一点 那至于这个细节 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接下来看的 当然第一个 中华电信当然会说 这个跟他们没有关系 他会说这个子公司 而且子公司他们就讲说 也不会有这个资料 不会有这个资料 有没有资料是另外一回事 有没有不是中华电信 或谁说了算 是既然这个案子已经在检调 在查办了 昨天他们听说也已经约寻了王毅川 那今天徐晓鑫的相关的 这种所谓的资料的收证或爆料 应该要让检方主动去查办 甚至许晓鑫应该把他今天这个 PowerPoint的整份交给北检 做所谓的 给他们做所谓增防的参考 侦查的参考 那当然这个事件 本来大家会以为说 王毅川都已经改口说是膝盖了 那既然王羲之事件之后 可能就觉得这个就不了了之遇 但今天第一个是 就是到底有没有那场会议 那那场会议里面他都已经把他的参与者 有谁 有什么代理的秘书长 有两个副秘书长 甚至还有一个点名 这个口头报告这份资料的 直接点名是詹赫顺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要看民进党 接下来是怎么样来回应 徐晓鑫的这个所谓的质疑 如果民进党他们是就直接否认 直接的否认 那也不多说明 也没有提告 那我觉得就有鬼 理论上 我讲一个八位数 民进党就对我提告了 对 对不对 对不对 今天徐晓鑫讲这个 这个是攸关民进党 有没有在监控人民的重大指控 他就算在国会殿堂 他有所谓的言论免责权 但民进党基于他们这种 所谓的捍卫自己的立场 你可以有刑事的言论免责 但我可以告你民事 一样啊就跟我告我 他告我也是告民事啊 所以我们就看 民进党后续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目前我好像只看到有立委 去批评说又是连连看什么什么的 可是民进党官方的说法 目前还没有看到 尤其是被点名的这几位 有参与这个党政会议的这样的人 他们怎么回应这个议题 我想这是第一个要观察的 我们先不管有或没有 但是当今天徐晓鑫他爆料 直接把你点出来的时候 你的回应如果支支吾吾 或者是说不回应 或者是就直接单纯的否认 然后好像无关痛痒 那就有鬼 如果今天是非常大动作 赖清德或是那个秘书长林又川 林又川出来开一个记者会 或者王毅川还在旁边 就出来宣誓说 绝对没有这场会议 如果有的话 我全家死光 或怎么样的 类似这样 然后叫徐晓鑫 这个我们要告他 或怎么样的 把这个态势讲清楚 那还比较能够 就是在政治攻防那边 比较能够让自己的支持者 能够愿意说 相信你是有 所以我说第一个就是被点出来这场会议 因为关键是这场会议 因为有这场会议才会有那个叫四方电讯的报告 那份报告到底四方电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没有人知道 那只是因为徐晓鑫是引述说 比如说包括蔡英文他过去他在选总统的时候 曾经委托四方电讯做数据分析 舆情分析怎么样 但因为那个都是有点明目 你不知道他实际在做什么 他数据分析他到底分析什么 是分析他的网络声量 还是分析这个所谓的集会的 这种所谓的这个就像如同这一次的所谓的 集会人流的分析什么不知道 那你根本无从去查起 所以这一块他这个他这个比较叫做是 间接式的去推论说 民进党跟四方电讯有合作经验 过去有合作过了 有具体合作 那但是那至于这个四方电讯的负责人 比如说讲到这个吴彦宏 去讲说他的背景是新潮流 过去曾经是洪其昌的助理 那就很巧啊 因为洪其昌是赖清德的师傅 洪其昌是赖清德的师傅 这个亮哥也很清楚 那个洪其昌是把赖清德带进政治圈 最重要的那个启蒙者 那如果今天洪其昌的前助理 是扮演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那他这家公司到底 在跟这个所谓的党政关系里面 他扮演什么角色 所以徐晓星是用这个叫做 用间接的资料 去证实这家公司跟民进党高层 关系匪浅 然后再来才去论述说 你看这家公司 他的业务有经营哪些啊 有怎么样有怎么样 但目前还缺临门一脚 因为他也提到说 张赫顺也只是口头报告 就是关键就是没有那一份 到底这份报告里面的详细的细节 所以民进党说 现在看的就是要看他们的态度 比如释放电讯 有没有否认 有是怎么样的回应 但不过他里面提到一段就是 他有在质疑 这个释放电讯有的业务合作的对象 包括中国大陆那边的中国电信 然后他质疑说 这个会不会成为一个国安破口 那就我了解 因为有朋友刚刚告诉我 他说这个 释放电讯的官网 已经查不到这些资料 原本是可以的 对就是许小型有截图 结果呢 结果现在已经查不到这个什么 他有中国电信 拿这些合作的伙伴 已经被 就这些资料已经被移除了 那释放电讯 为什么要移除这些资料 如果你过去合作过 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许小型爆料 把这些资料移除 这就叫有鬼 所以我说 关键不是在许小型的爆料里面 爆的什么东西 而是看后续被点名的这些人 他们的反应 来决定看这个释放电信 释放电信刚刚亮哥 一上节目前还问我 释放电信是不是上市贵公司 他是上贵公司 所以他的公司治理的透明程度 是要比一般的中小企业要更高的 那他又是中华电信的 这个所谓的子公司投资的公司 所以呢 未来如果 如果像今天许小型把这个东西 揭发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未来在所谓如果真的有一天 我们可以办立法院能够组 这个所谓的调查小组 要办这个所谓听证会的时候 释放电信的这个负责人 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证人 不用传王毅传 詹赫顺可以传来 可以传这个释放电信的负责人 相关的人 去了解说到底 这个跟这一次这个监控的事件里面 有没有连结 怎么样的连结 我觉得这个事件 当然许小型今天的爆料 目前就是还差 就是那个叫做 灵门一角 那个一块拼图 就是那份报告 如果今天有一份报告 真的露出来了 但我认为许小型 他今天用意为何 提醒检调 我再帮你们指入啊 我再告诉你们 往这个方向 对 那如果你们不查 如果你们最后的签结 就是说因为我们约巡了 约巡了王毅传 王毅传说他用膝盖就知道了 那这个结案了 那就表示检掉打假球嘛 那如果今天许小型 揭发了这些东西 我相信许小型 应该也会把相关的 这个具体的 他所得到的相关的施政 提供给检掉 如果最后都没有去查 都没有任何进度的话 那我只能说这个案子就是吃案 就是假装收案 但实际上就是要吃案 那现在只是 就是我们就是要看 第一个民进党 释放电讯他们的回应怎么样 从他们的回应的态度可以看出 他们对这个事情有没有鬼 如果今天有鬼 如果今天有鬼 那他们的反应的态度 就会很奇怪 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后续 就是看这个 这把火会怎么烧啦 那只是 从这里面又烧出一个问题 当然现在很多人就说 哇原来 绿营 就是面试的这个范围很大 提供的职缺很多 很多地方可以塞 对有很多的这个绿营 你跟绿营关系匪浅 你就可以到哪里的子公司啊 哪里的孫公司啊 对 所以我想这个才是一个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他跟这个资料监控是一回事 但是到底释放电讯 在这一次的事件里面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想这个是真的有必要去理清清楚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 以及手摇影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胜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 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